嗨大家好 我是Lisley 前面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用ChatGPT到我们日常工作当中的案例 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用它来写网站的文案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website wireframe 就是网站的一个框线图 那通常来讲的话呢 在做网站之前的话 我们可以去用这个Figma啊 这个去策划一下有哪些页面 然后每个页面里面包含哪些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个交给设计师 让他们去帮我们去做最终的设计 对吧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首页home homepage 那这个是home page的hero section hero section就是我们网页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我们的访客打开我们的网站 第一眼就是看到了这个首评 对吧 首页的首评 那这个部分其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叫它hero section 通常来讲的话 这个顶部的部分会有一个navigation 一个导航栏 对吧 里面有导航菜单 还有一个logo在左边 然后呢 下面就可能会有一个背景啊 背景图 那我用这个啊 透明度不是很高的图片作为替代 告诉设计师 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背景图 然后上面的话会有一些文字 通常来讲的话 这个文字非常重要 这个是一个main title 这个 title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能够吸引别人 让别人能够一下子能够明白 你这个网站是关于什么的 是做什么的 然后在下面可有一个secondary title 这个secondary title 可能字会多一些 那个字体会小一些 这个会比较大一些 可能是一个he标签 那这个secondary title呢 主要是对于这个main title 主要的这个title做一个补充说明啊 包含更多信息 然后下面可能会有一个counter action 比如说get a quick quote 就鼓励啊 这些人去点击这个 然后跳转到一个form 去填这个寻盘的表单 对吧 当然的话 我们这个右上角 也可以放一个啊 get a quick quote 放在右上角 这样的话呢 就是行动号召 对吧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chartgbt 来帮助我们去生成标题 这样的文案 对吧 因为我们有些朋友 可能英语不是特别好 然后这种艺术性 或者说这种文案的这种水平啊 不是那么高 所以我们可以用借助chartgbt来写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来到chartgbt 然后输入我们的指令prompts 然后这是他生产的一个结果啊 这个main title和secondary title 觉得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 然后的话 当然的话 你觉得这个不满意 你可以接着追问他啊 brainstorm more 我让他去想更多的 然后他提供了更多的啊 四个option给我 让我去选择 对吧 我可以综合去看一下 然后选择一个我觉得最棒的 那这个指令的话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指令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自己写的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啊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修改一下 第一句话呢 我会给他拟定一个身份 然后讲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 对吧 对吧 就说你是在一个 你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而且经验丰富的 一个网站内容和网站文案的写手 同时呢 同时呢你是一个网站策划的专家 你就职于一家啊 世界顶级的这种B2B marketing agency 对吧 给他非常专业的这种定位啊 然后呢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website plan and content creation also with the strong international B2B industry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and international sales background 就是说你在 你不单单是懂网站的策划和内容营销啊 同时呢 你有一个非常啊 国际B2B啊 生产制在行业里面的这个 Marketing和Sales的这个工作背景 对吧 那这些身份和这个背景的设定呢 就会让ChatGPT自动的去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啊 经验技能等等 对吧 去应付这样的 接下来的这些任务 那任务就是啊 You will plan and create the content for a corporate website for a client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公司网站 对吧 for a client based on the company backgrounds and information of this client OK 根据这个公司的这个情况啊 很信息 This client is an expert oriented manufacturer based in China and focus on manufacturing啊 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啊 那当然话我这个扩号扩起来的 你可以把你的主要产品输进去 and mainly export to啊 那些国家那些市场对不对 因为这些信息非常重要 你主要的产品是什么 然后你是啊 定位在哪里对吧 the main audience of this website are 就是你这个网站的这个主要的受众是是是那些人对吧 比如说我这里是importers distributors and wholesalers等等啊 brands that outsource their production to Asia et cetera so not the end user or individual consumers 不是这个中端消费者或者是个人 就是我要强调我的这个网站的受众是那些对吧 那这些信息说进去之后 这个这个ChatGPT它才能够更好理解你的这个任务对不对 然后啊你需要给我去做什么呢 就是please help me to create a main title along with the detailed secondary title 对吧一个主要的标题 还有一个更加啊细化的这个DIG标题对吧 for the hero section 这个这个网站的hero section 然后呢要求他啊 要求这个标题要干什么呢 make sure you can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client's specific B2B audience 对吧 就是能够吸引这些具体的受众的B2B的这些受众他的注意力 然后这个hero section呢啊 必须得啊立即的就是communicate the value proposition 这个网站的这个核心的价值主张对不对 然后呢credibility of the manufacturer to in to他的这个受众对吧 就是让人让人家能够产生这种信任感 以及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明白你是做什么的 然后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为什么我能够相信你对不对 就是要求 就是这个指令 然后呢他就 根据这些指令 然后就去生成 OK 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到这里结束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拜拜 好